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书收集了1996年至2003年正言上人那里足迹的精髓 此书浓缩了上人与此迹在这八年内的重点足迹和思想灾药 63页中上人说佛法不是靠研究 也不是靠形态上的修行 应该是把握生命的时空 把握时代的脉动 也利用这个空间将环境以及现在的时代二者连成一体 生一失 长一失 这整个空间应该是我们的道场 应该好好把握 但是现实的世界却如695页所说的小山灾 激井 瘟疫和刀兵节 小山灾之后接热而来的是大山灾 指的是火 水 风会破坏气势间 这不就印证了现在天灾人祸连连不断 当看到这一段时 墨水的内心是恐慌又不安 之前对墨法肤浅的认知更刻骨铭心 更不可忽视在当下的这个世界 应该珍惜每一个姻缘 把握每一个学习的机会 即活在当下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